今年春季我发布了一个稻草对种植物的视频 现在已经秋季了 我们来看看用稻草种植的结果 用稻草种植也是我第一年的尝试 我主要用稻草种植的是西红柿和辣椒 目前西红柿已硕果累累 和我在土种植没有什么区别 辣椒因为光照不足但也在开花结果中 所以我向朋友们农种推荐用稻草来种植 既省钱又省力 首先我们这儿的稻草是可以免费获得的 如果也有地方可以买到只有三五块钱一块而已 这比买土要便宜 但是稻草种植并不是全部还是需要土的 只是在表面铺上一层土 其他的就跟在处理种植的程序一样 也需要肥料 我这是第一年种植所以我们要多一点肥料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稻草已经变成了肥料 明年种植就要省去肥料的钱 今天我又来移在莴笋和雪里红 用稻草种植还省去了你做菜床的麻烦 真是做到了边种植边熬肥 也就是第二年稻草就成了compost 明年我们可以用新的稻草 把这个做为底肥 这样就节省了你熬肥的时间 如果我用土来熬肥 我需要半年才能把这个土给腐熟了 草可以是很好的淡肥 明年的种植我只需要准备一些磷甲肥 所以我明年计划扩大到草种植范围 今年我们用草只是圈了周围的一圈是草 中间还是用土的 明年我们就可以中间也用草来种植了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好像病虫害要少一点 我们来看看这个草的肥力吧 你看有多少蚯蚓 真的当我种莴笋的时候 我挖开以后 我真的是很吃惊 大的小的 特别是小的特别多 我们家老外的亲戚都来看 他们也想种植 所以我也向华人朋友们推荐 真的是不错的一个种植方式 你看这个稻草已经变黑了 变成肥料了 下面也来参观一下我用土种植的一些蔬菜品种吧 好 手 梦 梦 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下期见